配合军港西迁位于金融港东岸属于131舰队的渭海营区 大部分营舍已经拆除完毕 由于旧游市中心区近几次的假日都涌入大量车潮 却因为停车位不足出现大塞车的状况 因应即将到来的动物节连续假期及后续的暑假旅游旺季 立法委蔡司英特别邀请军方与旧游市的方面会开协调 确定提供这块空地给旧游市政府作为假日临时停车场使用 请的结束公关旅游的风气越来越盛了 那我想基隆过去长期以来过去这几年我们推动的很多观望经济建制之后 每逢假日有许多观望客来到基隆旅游 也因此征辟基隆的停车场是刻不容缓的 那之前其实是应在推动军港欠案的过程当中 我背后这块土地就是过去的渭海营区 当时就想说未来交由港公司来做或许的开发嘛 那只是按照时程来讲应该要到明年 那适应也了解到基隆市市民以及观望客的需求 所以我们今天特别邀请了军方还有基隆市政府 来到这个地方协调 能不能暂时性的就先提供 作为假日跟尖峰时间旅客的需求停车需要 那刚才的结论大概就是这样子 就是说这个未来规划完这个停300多个车位 那从我们的端午年假开始 端午年假开始由市政府来规划 提供作为民众的旅客的停车场 那以及在暑假期间的每一个礼拜六跟礼拜日 也都提供作为这个民众的停车场 据了解这块空地大约可提供约300个停车位 基隆市政府计划采取接驳车方式 增加游客到这里停车的意愿 更加规划游览车停车区 希望有效疏解假日期间旧市区的庞大车流 提升既有旅游服务品质 目前以短期来说 会希望朝开放的免费的停车空间来做使用 那在冬午节的前夕市府这边会做一些 完整的配套规划 那包含可能会有一些接驳车的导引 跟接驳的部分也会来这边做个处理 那因为主要这块空地的部分 目前还是由军方来做管辖 那相关的使用上的部分 还是要配合军方这边的做管制以及使用 那未来也不排除可以停放游览车的部分 来供这个市区的停车 能够有更多的供给市区停放 记者张旗腾就报道